200名病患 從加薩北部的印尼醫院 撤離到南部的甘友尼斯 都是因為乙君 對印尼醫院發動砲擊 不僅造成12人死亡 也讓加薩北部的 最後一間醫院停止運作 以軍坦克車在加薩北部 砲擊明宅漢醫院 至今已造成超過 一萬三千三百人死亡 其中有超過五千六百名 三千五百五十位婦女 另有三萬一千人受傷 就連救死扶傷的醫院 也被乙君說成是 哈馬斯的地道掩護 召紮不悟 甚至公開在西法醫院的 斷層掃描室 找到大量清刑軍武彈藥 由AK部槍跟手榴彈 遭加薩醫療人員駁斥 是世上的最大謊言 印尼外長強烈譴責 由於印尼與巴勒斯坦邦疑深厚 印尼醫院就是在2016年 由印尼緊急醫療救援委員會 出資成立的 現在遭乙君轟炸 印尼呼籲各國促使以色列停止攻擊 世界衛生組織也表示 正在制定疏散 加薩北部三間醫院的計劃 並感嘆這是最後的手段 大愛新聞 武貴正編譯